我妹 請你走師傅 陳婷 請你不要激動 好不好 你要不要跪下 你要不要跪下跟大家道歉 你給我灌得出來 陳婷 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有幾條人命嗎 要不要說一聲對不起 你要不要跟家屬說對不起 我跟家屬說 誒 誒 不要動手 我女兒命啊 我跟你講 不要動手 不要激動 請你走師傅 陳婿 請你不要激動 好不好 你要不要跪下 你要不要跪下跟大家道歉 你給我灌得出來 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有幾條人命嗎 不敢出來是不是 一句話都不用說嗎 49條人命是不用道歉的嗎 道歉有那麼難嗎 都跪著 抱歉一下好不好 對不起 對不起 可以走嗎 你可以回家過年 別人沒辦法回家耶 這樣哭還假哭啊 對不起 而且你們要好好講就是好好講 我只是保護我的 我要上另外一個門了 本院從受理這個案子開始 就羈押兩位被告 那一直到現在 其實依照假官起訴書記載的犯罪事實 還有他們認定的法條來講 第一審的羈押期間 除首次羈押之外 另外只能延壓三次 這如同 成省的河一庭審判廠 在法庭上面預知的 這個羈押期間已經屆滿 所以今天就 那個羈押期間即將屆滿 我們就依照行事訴訟法 第116條之2的規定 然後以其他的強制處分替代 那強制處分這邊 除了限制出境出海 然後被告李逸祥 聚保新台幣60萬元 然後被告華文豪 他是責護給辯護人之外 另外有 命以被告二人接受 適當的科技監控設備 差不多在這個時間 一共有在揮手 也就是我們的火車 已經出了隧道 和人隧道 那這段時間 我們這樣計算起來 大約是剩下7秒鐘 這是我們 左上方公路總局 我們釣到的 這個影像紀錄 有找到他當天 在這邊 行駛的這個紀錄 然後我們也同時用這個專業的這車輛 這個模擬軟體來做 來做這個整合 那麼台鐵其實在這邊其實他有一個在西陣線上方他也在做一個這個明隧道的這個工程 你可以看到這個車子他進出剛好我們可以再做一個還原就是他車子有被紀錄到有拍到他進出這個工地 所以事實上我們在花很多的力氣在做這個逆向工程要把這所有找得到的激震跟一部分是用模擬來結合 因為你不可能所有東西都拍到 那這次他停下來我們提到他車子是尾巴倒進去 然後他在卸貨 那麼他在丟輪胎的時候其實也有一些丟到旁邊的那個邊坡的草叢裡面去他有用人工的方式在丟去 你看到他車子有沒有這個這個車頭這邊有碰到這邊的樹從這邊就停下來 所以他這個開車的這個工地主任就下來 那他在比旁邊那邊就是有停吊車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吊車就是從這個挖掘機挖掘機從旁邊開過來 所以他開始在做這個捆綁的這個動作 你看畫面有在移動在晃動他一拉他只要一拉這個 行車視野輔助器這個影像就看到他在晃動 所以你看到這兩支這個影像攝影機拍到的 是吻合的 那這個部分因為已經記錄器已經停止了 所以我們沒有車貨車上的影像 但是可以模擬就是他從上面滾落 9點28分左右這個列車過來 嗎 你 哦 那麼身環者也有描述就是有這個長明底就是試機有用長這個這個警告的聲明 代表他已經意識到有緊急狀況了